看,月亮还没下去 嗨,大家好,我是小萌萌 现在是早上的4点5时 而我现在要赶着去死亡山 就是死亡之山,看今天的日出 这是一个属于塞哈拉山坡的日出 起得太早了 它这个大门都是关着的 我哪个出去哦,是锁了吗 啊,我出来了 看到没有,死亡之山在那里 我现在就是要从前面绕一圈绕过去 啊,我的天哪 从凌晨3点钟开始送金 公鸡叫是从3点半开始 狗叫是一个通宵的 西瓦可真是生太阳 原生太阳 从我后面看好像太阳要出来了 我得抓紧时间跑了 啊,就当晨跑了 然后看完日出,我再回来睡觉 我导航看着风眼 你我住的酒店只有500米,你知道吗 啊,不行,好累 我还是选择慢慢走吧 因为我看到天气预报显示是5点20 呃,日出出来 而现在是5点过几分了 路段都还没有吸 明天也没有路 太阳应该不要那么着急上班吧 啊,我身体都哑了 这个圈子现在 除了鸟叫声这个声 安静的要命 你们现在看到的这些洞 全是公园 公园550年的时候 那些木乃伊放的那些洞穴 还好现在天已经亮了 不然我等会儿 我一个人走到这里来 哎呦,我魂都给消灭了 毕竟 我穷小胆子就小 它这里的路呀,都是这种泥土 我现在心跳有点加速 这是碰碰的 不知道慌呢,还是不慌呢 毕竟 你说你大早上的四五点钟 跑人家 虽然是古代 但也是那个 混乱场呀 没事的,没事的 你胆子是最大的 对 不要怕 看到那些洞啊 不是这几个鸡皮疙瘩你知道吗 哎呀,我到了入口了 这就是人家手 这里的地方 然后 我就不敢抄小路 只能 走大路 可能是太早了 我话都不敢 大声说 然后 当我上走的时候 搜索 这山 渐渐的 闪现在了我面前 这里是 第26丸巢 墓葬的地方 还有许多浮雕 哇 给你们看一下这面 这面你可以看到 整个西瓦城镇 这是西瓦湖 而我住在那边 那个方向呢 就是 西瓦 岩湖 给你们看这些 坑坑洼洼的 我越来越胆张心情呢 我感觉 我已经开始冒冷汗了 因为 我本来想到的是 它只是那个墙壁上有 然后我没想到 这里到处都是木乃伊的 墓穴 我就感觉 我踩在了 一群墓穴上面 啊我看到日出了 慢慢的 从地平面升起 哎呦 哎呦我的心 这上面 到处都是洞穴 到处都是 哎呦我的天呐 我的心啊 王者之山 是埋葬古西瓦死者的地方 孔穴密密麻麻 山脚下 围绕着大片棕榈林 和椰枣林 在山顶上 可以俯瞰整个西瓦老城 当初 意大利攻打这里时 当地人 便把这儿 当成了避难所 后来 才发现 这里竟然有木乃伊 由于他们的挖掘方式 比较野蛮 导致墓穴里 大部分的壁画 都被破坏了 看 这地下 就感觉 到处 全是坑坑洼洼的 整座一座山都是 听当地人说 王者之山 常有鬼魂出目 不能在夜间 前往 吓死我了 还好我是早上来的 好了 太阳已经要升上天了 然后 我也该回去睡觉了 今天 下午 等我睡醒之后呢 我准备去租一个自行车 然后 在 太阳不见了 准备去租一个自行车 然后 把整个这一个西瓦城区 骑着我的小自行车 去逛一圈 而今天 我也准备换个酒店 那我昨天找了一个更便宜的酒店 它说的价格是100磅到150磅 也就是40到60块钱人民币 去看看怎么样 我现在有点晕 因为 我刚刚 把三脚架定在这里 然后跑去那边 拍剪影 就 一上一下的 一直在不停的 日落呢 奔跑 这给我的感觉就是 我在别人的 法老的坟上 蹦滴 那我是不停的跑来跑去来摁的 这可能是 我这次来 西瓦 做的最大胆的事了吧 就是 在人家法老的 坟前蹦滴 好了 我来下山了 看 它这个岩石是粉色的呢 那边别看了 那边就是他们之前 放木男衣的 木屑 我现在脚都是软的 走了 这里可以看到 整个这一片的 棕榈树看到没有 从那儿开始 外面就全是沙漠了 这里有一个 最大的湖泊 西瓦湖 西瓦湖 西瓦湖一直是特别沉溺的村子 而且它在这片沙漠里面 生存了好几千年 它比整个 就是海平面 整个平面是要低30米的 然后整个西瓦这一片绿洲呢 一共有两千个泉眼 今天我应该要去好好找找它的泉眼 就 在沙漠中 会有两千个泉眼 我觉得还是挺稀罕的 毕竟没见过嘛 去看一看 哎 看发现了什么 这是棕榈树果 而且是自然风干的棕榈果 给你们看 不知道能不能吃 啊这也有 啊这个完全干了吃不了了 有没干的吗 这个能吃吗 哇 我刚刚摘的那个棕榈果挺好吃的 是那种 地瓜干的味道 因为它这个是特别干了的 很脆 这个有虫 看来不是每一颗都能吃呀 我刚刚吃的那个 这颗应该是能吃的 哎 有地瓜干的味道了 真行 这大早上的 去人家 坟上蹦迪就算了 随便摘一颗野果这我就吃上了 嗯 不过还行 味道挺好吃的 这死亡者山 在山脚下 到处都是这种木屑 好了 今天早上的任务完成了 我可以去好好吃个家了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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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